金融小說《射雕英雄傳》裡面的一對神仙眷女郭靖和黃蓉 男的有非凡的毅力,人物極廣 加上他學習一大堆武功,最終成為絕世高手 女的機智聰明,武功也十分了得 他們兩個互補不足,成就這段美滿的情緣 而在紐西蘭的酒界也有一對這樣的神仙眷女 靜靜地為當地的酒壇揭起一場革命 Hello,歡迎收看酒瓶故事,我是Gary 提到紐西蘭的葡萄酒 我想大家都會馬上想起兩大間公司 Caldi Bay和Villa Maria 不過今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紐西蘭的超新星Blank Canvas 這間酒莊在2013年由一對夫婦建立 只用了短短十年時間 就在紐西蘭的精品酒界爬上一個不可取締的地位 尤其在酒瓶加深目中 他們的酒簡直是性價比之選 提到精品兩隻字 不少觀眾都會馬上擔心會不會很貴 不用那麼緊張,他們的酒貴到盡都是380元左右 他們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為各個酒瓶家的新寵兒 除了因為他們的價錢相宜之外 還有它與眾不同的風格 看回紐西蘭酒的興起之路 由80年代的Sauvignon Blanc 到現在的Pinanoa 靠的是兩樣東西 夠乾淨、夠奔放 夠乾淨即是它呈現最純粹的果實清新香氣 夠奔放是指它們將這種果香發揮到極致 做到這個風格 全因為紐西蘭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再加上先進的釀酒設備 只不過好像飾武專所說 凡事太盡,緣分勢必早盡 雖然這種風格在開始時的確是很吸引 但時間久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即使不同品牌的紐西蘭酒 他們的表現上都會非常近似 而Blanc Canvas這間酒莊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大環境下脫穎而出 不再一味追求乾淨和奔放 而是忠實地呈現葡萄園的風土特性 這種以退為進的方法 反而令它們的酒更加立體和豐富 酒體亦更加平衡更加和諧 實際上它們成立酒莊的初衷 都是希望打破這個紐西蘭酒的風氣 不過說得容易 而且實際上都要讓酒師有差不多實力 莊主這對夫婦 郭靖在30年前已經成為一個飛行讓酒師 在歐洲、南美和紐西蘭不停飛來飛去 直接參與不同酒莊的讓酒或顧問工作 在各個酒莊給取的經驗 令他成為世界級的讓酒大師 甚至在2008年的國際葡萄酒挑戰賽 奪得年度白酒讓酒師的頭銜 更加是長期紅居紐西蘭年度讓酒師的稱號 而他老婆黃蓉也不惹小 他在2021年拿到品酒師界的最高頭銜 Master of Y 是紐西蘭最年輕的葡萄酒大師 要拿到這個頭銜是極之艱辛 首先要拿到WSET Level 4的認證 還要有現役的Master of Y推薦 才拿到考取功名的入場券 之後就要經歷密集節模式的自我學習 學習的範圍極之廣闊 當中包括讓造學、種植學、市場營銷和各國的法例 好運的話讀過3、5、7年就可以成功通過 但絕大部分人考了十幾年都考不到 因為Master of Y考試的難度極高 所以每年的合格率只有10%左右 由1953年到現在 全球只是誕生了500位Master of Y 所以我說女裝主是天之聰明的黃蓉 應該大家都沒有意義 再加上她本身都是讓酒世家出身 經驗上都不會比她老公少 她們兩個的組合就是將理論和經驗結合互補不足 才有條件創造出Blank Canvas這種與眾不同的風格 為了呈現葡萄園的風土特性 不用說她們的酒都是以單一田的形式 逐小逐小地做 用到的提子品種都非常廣泛 無論是極配中式海鮮的鹹香型Sauvinium Blanc Abstract 或者是勁似舊派Burgundy風格的Anthal 都有她的獨特之處 不過要數風格最獨特最令我驚喜的 都是她的單一田Element的Cirac 當你以為新世界的Cirac一定是龍爆口的時候 偏偏紐西蘭就有一個這樣的酒莊 做出複雜平衡又優雅的風格 無論是香氣、酒體、魚韻 全身上下都沒有任何一串多餘的地方 跟平時喝到你漏的澳洲Cirac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要拿來對比的話 她更像法國Lotharone裡面的Hermitage 不過價錢便宜了一半 基本上她整條Product Line我都試過了 都沒有哪一款真的叫失手 雖然這對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夫妻組合 暫時在香港還沒有很多人認識 但其實她在國際市場已經越來越多人追捧 甚至Blank Canvas的身影 都出現過在國外的一位Master Y YouTuber的影片裡面 希望在未來幾年 她仍然可以是我的性價比之選 至於她的價錢和購買方式 我會放在留言區置頂 想犯人一部認識抵飲的酒莊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大家見戶 至於正好 locomotive民燈